大家好,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《2021韩国最新苦补电影鬼门》。 话不多说,咱们这就开讲。 故事要从这栋荒废的大楼说起, 曾经住在三楼的住客, 在一夜之间,全部都被管理员杀害, 之后管理员畏罪自尽。 至于管理员为何会犯下如此滔天罪行? 直至现在都没有查清原因。 在这件事情发生后不久, 这栋大楼就仿佛被厄运笼罩, 凡是住进大楼里的人都会离奇死亡。 三名年轻人本着探险的态度到达了天台, 没过多久,天空中就缓缓升级了一轮血月, 三人目不转睛地看着摄像机, 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声巨响, 三人发现大门已被关上。 阿强尝试开门, 却发现大门纹丝未动, 小美不相信, 站住门把手, 奇怪的是, 她一上手门竟然开了。 这还不是最诡异的, 她们来到了三楼, 小美发现有人朝她后脑吹气, 以为是疼伴的落作剧。 就在此时, 三人听到房间里有怪响, 小美以为有人遇事件发生, 躲走摄像机进入拍摄, 结果发现怪响是强制发出来的。 阿强说房间里并没有封, 三人越想越不对劲。 小美思考之时, 再次感觉有人在她后脑勺吹气, 而小桃与阿强在摄像机里见到的却是另一番场景。 小美看到两人面露惊恐, 躲走摄像机观看, 结果看到了自己死亡前的一幕, 三人不约而同地发出尖叫, 从房间逃走跑到了一楼,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, 却出乎了三人的意料。 在一楼, 他们遭到了凶鬼的追杀, 三人拼命逃到二楼躲避, 小美建议找个地方躲到天亮。 谁知她刚说完话, 旁边的大门突然打开了。 几人正敢差异之时, 小美就被一股不明力量控制走进房间, 她进入房间后, 很快便恢复了仪式。 小美刚想逃走, 就听到身后传来怪声, 小美被凶鬼拽进床下的同时, 小涛被不明物体砸装, 诡异消失。 几分钟后, 小美在房间苏醒, 面对可怕的凶鬼, 她恐惧万分却又无力逃走, 只能放声大叫。 水汁下一秒, 一只沾有血迹的手捂住了她的嘴, 突然出现的风哥让她说出性命与出生日期。 小美告诉她后, 风哥仿佛想到了什么, 那么这个风哥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这呢? 这件事, 要从风哥的母亲说起, 四年前, 张修队翻新凶楼, 意外发现一具身份不明的尸体, 再加上发生过可怕的命案, 住在附近的居民人姓宝宝, 于是请来了当地有名的巫师, 也就是风哥的母亲做法。 由于巫师小小的凶鬼, 被拽进一戒反杀, 母亲的死, 成为了她挥之不去的梦魇, 她一直认为, 害死母亲的凶鬼, 是当年杀死三楼住户的管理员, 于是, 她决定进楼为母亲报仇, 风哥布置完困住管理员的福音后, 在楼里找起了管理员, 这期间她在墙上发现了奇怪的文字, 大致意思是楼里有着多重人格的凶鬼, 风哥认为是恶作剧, 丝毫没当回事, 她进入到其中一个房间, 用通灵能力让时间退回到1990年, 也就是管理员害死三楼住户的满年, 风哥继续寻找, 没成想, 管理员竟然自己送上门来, 那和风哥肉体翻开, 被管理员玩弄于苦涨之间, 没过多久, 这场战斗就孤入了尾声, 但就在此时, 母亲的亡魂及时出现救下了风哥, 她想去支援母亲, 却被一个女孩阻拦, 女孩带风哥躲在204房间, 风哥发现管理员没有找到他们, 这才放心与小女孩交谈起来, 小女孩告诉风哥, 自己生前患有双重人格, 被父亲意外杀死层在家中的墙里, 风哥听女孩说完, 联想到之前在墙上看到的文字, 似乎明白了什么, 支配这里的不是管理员, 是眼前的小女孩, 也就是说害死母亲的凶手就是小女孩, 准确来说, 就是女孩的仇恨人格, 女孩不愿接受真相情绪失控, 导致仇恨人格出现造成了空间错乱, 让风哥回到了1995年遇见了小美, 阿强突然出现救下了小美, 三人一番解释, 让风哥以为他们是来大楼探险的, 可真相真是如此吗, 就在三人来到楼下的时候, 风哥无意间发现阿强在墙上不样, 他愈发觉得演书, 越看越不对劲, 似曾相识的一幕, 顿时让阿强想起之前进入凶楼的记忆, 风哥似乎想到了什么, 他询问小美现在是哪年, 小美告诉他是1996年, 而风哥是2002年进入大楼的, 直到此时, 风哥才意识到身边的两人就是小女孩的多重人格, 他举起降魔主防备, 并提醒小美他已经死了, 小美不愿相信事实情绪失控, 从兜里掏出匕首与风哥纠缠, 就在此时, 阿强用铁棍刺伤小美与风哥, 几人纠缠之际, 女孩突然附身在小美身上, 再次进行捕捕, 风哥趁机逃到楼下, 不料被阿强死死掐住脖子, 危急关头, 小美用降魔主刺死阿强, 从这里不难看出, 当年杀死小美和小涛的人就是阿强, 事后, 小美想让风哥解脱自己, 水智突然被女孩拽走, 风哥自知不敌想要逃离, 他打开大门, 结果惊恐地发现, 自己已经被困在凶楼中了, 原来风哥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就已经死掉了, 因为风哥之前在门上画了符翼, 所以已经是鬼魂的自己, 无法通过大门, 最后, 风哥想用降魔主解脱自己, 但为管理员打断, 从此使起他就彻底变成了毕夫林, 在大楼内一直重复生前做过的事, 电影整体来说, 剧情有轻微烧脑解忆的元素, 气氛风托得也很到位, 角色造型吓人, 也很有特色, 一个活人没留, 算是今年一部非常不错的恐怖片了, 感谢观看